好看不贵 小几百就能穿出 大几千质感的店铺分享来啦 真的纯绿色无广哈 全部都入我自购的一些店铺 记得收藏一下 下次找不到好看衣服的时候呢 就记得去讨一讨哦 第一家BOA Market 这家我真的超爱光 从去年到现在 大概买了不下五次了吧 这家它就是两个美女店主一起开的 其中一个AA呢 它平时的风格就是比较偏附加千金 但是又有一点小女人的那种傲娇感 审美品味真的非常在线 所以每次上新总会有我喜欢的 质量呢 我觉得也算是对得起价格的 我建议如果你们要买他家的话 就直接照搬模特的一整套look去入 真的是入股不亏的 第二家呢 是我从他们老年去开始追的 以前是走那种比较精致啊 明圆挂的 现在就会更加偏浪漫一些 女人味一点 也会更加注重日常的实穿性 我最近就看上他们家 好几个那种真纸套装 尤其是这一套长袖真纸 这样短裤的look 黑色的真本超级马卡龙 所以上升以后很简龄 感觉随便你搭配有什么小包包 第三家是微量的店铺 我其实对这种网红大调 一直都没啥好感 但这家真的是我 为数不多的会常年回购之一 他家的最本就是 最近什么元素 我就会出什么样类型的衣服 不过因为模特本身 自己就有一些调性在嘛 所以说你看着还是蛮有品的 价格呢要稍微高那么一丢丢 我更建议你们去买 他们的秋冬的一些真纸啊 外套啥的 质感会更好一点 去年我买的那件风衣外套 真的要被你们问爆了 特别特别适合那些 走气质路线的姐妹们 接下来这一家COKIA 已经上过无数次我们的波波间了 每回我的PLUG里面 纯有它的身影 风格是更加偏日式休闲 不管是夏天的一些背心啊 还是说秋冬的一些真是山啥的 都是裁剪简单 干干净净很大方的 可能单独看衣服 稍微有点显得普普通通的 但是上升以后真的具显质感 关键它家还不贵嘛 就是上升稍微有点慢 需要蹲一蹲 接下来的这一家呢 它是以复古慵懒风为主的 它们在衣服你别看都是一种很宽宗的版型 但是真的巨显瘦 就是那种一秒变成纸骗人的那种 我去韩国穿的那条牛仔裙 就是它家的 基本上就属于人见人夸 怒问你要链接的那种 而且它家的一些牛仔裤啊 还有阔腿长裤啥呢 真的非常适合离形身材的姐妹 直接就把你大腿肉给藏住了 像这种极简缝 又那么修饰身材的 我真的觉得很少见的 接下来这一家呢 就是纯纯的法式休闲了 你能在法国女人身上看到的那种白衬衫啊 牛仔裤啊 还有一些西装长裤西装裙啥的 这家店铺都有 而且都是自带了一点点小设计感的 不挑身型嘛 价格也就一两百块钱左右 真的非常适合日常需要通勤的姐妹了 最后这家也算是个网红大店了 属于比较知性大写节风一点的 他们家夏天的衣服有很多法式啊 或者是优雅女人味一些的群群 所以说比较挑身材一点 但是秋冬呢 更多的还是一些基础版型的 针织衫啊外套为主 经典的黑白色系啊 还有温柔的驼色系 以及甜美的粉色系都有 我是觉得他家的秋冬衣服会更好看啊 就是这个鱼里兽搞得有点太久了 真的好烦 好啦 我的压箱底宝藏店铺都分享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也能反向安利一些给我哦 爱你们 拜拜